我是主持人燕子 今天要给大家会介绍的是 家住通话市柳河县的崔太峰崔大哥 崔大哥今年62岁了 过去的二三十年呢 大哥一直是在国外务工 先是韩国再是美国 两年前呢为了照顾重病的老妈 崔大哥就放弃了在美国 已经稳定下来的生活 回到了老家 母亲去世之后呢 崔大哥也不打算再去国外了 大哥说在外面拼了这么多年 累也受够了 钱也攒够了 要是能在老家 找个称心如意的伴 共度晚年 那这落叶归根的日子呀 就更有滋味了 哥您好 我是胡杨小琪 谢谢 咱们家在哪边 我那边 我那边走啊 崔太峰62岁 婚姻状况离异 居住地通话市柳河县 收入2500元 住房面积55平米 你现在就是哈 我看大哥这个家里都摆的这个是 拳击的 运动啊 运动的气节啊 平时能打拳击吗 自己随便打呗 有没有什么手套还是吗 那我觉得大哥挺专业的呀 不不不 我自己瞎打 那啥买 当时咋钱买的呢 我看好 哎呀 这个打圈挺累嘛 不是啊 挺能够大 锻炼 锻炼身体 不使劲 老不使劲是没有劲的一人 那这个咱这个是多少多公斤的 十公斤啊 十公斤啊 那平时就是啊 锻炼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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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15个就那么锻 崔大哥平时酷爱运动 而且啊 有着专业的健身器材 崔大哥说 平时自己住 锻炼身体 也是自己最大的爱好了 听大哥说话 不是 献猪 啊 朝鲜族啊 嗯 朝鲜族 我说汉族话不太好 啊 你那个朝鲜学校嘛 啊 小小就上个朝鲜族学校 对 崔大哥说自己是朝鲜族 而且以前啊 也不在这里住 而是一直和妻子 在农村生活 25岁 25岁 结婚了 那当时的时候 咋和妻子认识的 那介绍的 别人介绍的 小汉5岁的时候 咱们已经离婚了 那两人刚开始经人介绍 看着应该就不错 再离婚了呢 反正各方面不行 不合不太合 怎么不合呢 是因为啥呀 反正是不合 性格不合 他也倔 我也比较倔 谁管不了谁 随便 年月怎么干就怎么干 刚开始吵了两三次 我就再不吵 吵了有啥用 吵了解决不了问题 他不听 根本就不听我的话 咱俩就 互相你是你 我是我 互相不我 问到当初离婚的原因 崔大哥最后认为 是因为妻子性格倔 两个人吵架上 谁也不让着谁 生活中呢 妻子凡事也不听崔大哥的 所以两个人生活中摩擦不断 结婚仅仅五年便离了婚 而离婚后的崔大哥 想着给父母和孩子更好的生活 便决定去美国打工 哪一年去的美国呀 05年 去美国是咱们干过啥工作 就刚开始装修了 那个什么都干过 那个耍完了 什么都干过 刚开始没找到工作 咋活呢 不挣钱 那时候一月能震 就刚去的时候一月能震 哪天啊 这么多点 有时候一会儿都干 老换工作 什么都干 这个反正完了 美国永远不会 还拿到去 刚到美国的崔大哥 因为没有一门技术 再加上语言不通 也是吃了不少的苦 当看着招聘报纸上 高薪招聘按摩师时 崔大哥决定 拿出钱来学手艺 我看那个 看报纸 包子里头 就是管我就是 那个球 那个按摩师 我就不行 找这个工作 我得 我得去学 拿上200块钱 200美金 完了学了点 完了后来 我自己找房子 跟纽约 完了 做按摩 挣去钱 学会了按摩技术以后 崔大哥在美国 一干就是13年 而这13年来 崔大哥也是赚了不少的钱 可正当自己的事业如日中天时 国内却传来了崔大哥父亲去世的消息 想着即使自己挣再多钱 也无法为父母养老送终 崔大哥选择回到中国 后来学会 那就正好挣钱 那我父母 我父亲也没了 我父母 我母亲 在那儿 快到90了 不行了 我回来了 我那年不来 我看不着 我妈都看不着了 见不着了 完了 19年 就初一就去世了 我几个月 我四月份回来 真的一百年 回国几个月后 母亲便过世了 完成了为母亲养老送终的任务后 崔大哥想着自己在柳河 也有着自己的房子 也有着稳定的收入 是时候找个伴儿了 那现在就是在找老 在找另一半的话 我想找啥样的吗 我呀 这就是身体健康 还饱了 就是 两个事情那么过就行 不过往生就完事了 现在太勾勾了不行了 我也是发生岁数大 女的60多了 那就 真长得女的老得多 你就不想找60岁以上 60岁以上我不想找 现在的崔大哥 想找一个身体健康 而且年龄在60岁以下的伴儿 于是红娘想到了 平时爱好锻炼 而且距离也很相当的 王翠琴 王大姐 你好啊 姐你好 我是小姐小姐 王翠琴 58岁 婚姻状况 离异 居住地 通话室 无双宝 住房情况 暂住妹妹家 咱们为啥就是说 住房间里的 因为我没家 没家 我没有房子 现在咱们是在哪住 现在搁铁厂的 铁厂是谁妹家 搁我家我三妹妹家住的 妹妹家 反正这几个妹妹轮流 谁家住都行 咱有几个姐妹 我身下有三个妹妹 三个 我家女子妹五个 我姐死了还有四个 大多数就是打工 在外面打工的时间长 之前就去哪儿打工 去之前的内蒙 去内蒙 去啥地方 跟内蒙赤房 赤房 跟酒茶 那那块是包吃住吗 包啊 包吃住 反正你给卖的酒多 你就多挣 卖一少你就少挣 平均每个月能挣多少钱 每个月就三千来块钱 原来王大姐 一直在三个妹妹家 轮流住 平时外出打工 也找那种 包吃包住的地方 而提到自己 为什么没有房子 王大姐到处了 其中的原因 刚才就聊到说 咱们没有房子 那咱一直都没有房子 一直都没房子 原先有房子了 我们离婚的时候 房子给她了 咱们是离异的 离异的 那咱们就是离婚的时候 当时为啥不要 财产和房子 我不要 我能逃掉活命就行了 我不要 我就穿了一身衣服 穿一穿蓝 蓝就那个 黄色就那个胶鞋 往大门脚 还在外面露 提到当初的婚姻 王大姐说 曾经以为 嫁了一个 知冷知热的人 相伴一生 却没想到 最后使自己身心 都受到了 巨大的伤害 她喝完酒之后 那简直了 干的没怕说 心眼还小 咋说呢 我们要先给个单位 上面你要是 就管低头干活 你要抬头 你要一瞅这男的 这男一瞅你了 你俩对眼了 就这样喝酒 我就不干了 不喝酒 你怎么的都行 能一家都天天喝呀 那属于喝完酒以后 就变态 就变态 王大姐想着 这喝酒怎么的 也是有识有赏的 毕竟丈夫平时 对自己也不错 心想着 还是好好的过日子吧 可没想到 丈夫的酒 越喝越严重 在一次吵架过程中 更是将自己打到流产 从此以后 王大姐失去了 做母亲的能力 要哪干脏 干脏的孩子 是吧 最后流产了 流产之后 从那开始 一怀孕就流产 一怀孕就流产 再以后也不要了 那你就是 压着肚子 就后期了 到后期了也不要了 到在后期 你想要也没有了 我爹妈是老爸爸 不管哪个姑娘 谁打仗 一律不如往娘家跑 由于当时 家里母亲的传统思想 王大姐也没有想过 和丈夫离婚 可是没想到 丈夫没有任何改过之心 酒后又给王大姐 打折了两根肋骨 两个女孩 你去抓住去了 抓住去了 那你拿抓回来住 你不得敲吗 爷爷就在屋里头喝酒 在屋里喝酒 我说这敲住 那也不是住 我也按不住啊 后来我就叫她出来 能住 爷爷就当 爷爷喝酒了 那就是 爷爷走了之后 你这砸不到也就那么冲 可能是 完了我就一退 我倒了 倒完终于上去踹了两脚 把雷霸锁骨就舍了 实在是无法忍受 丈夫家暴行为的王大姐 最终选择和丈夫离了婚 离婚后的王大姐 由于前夫带给自己的心理阴影 也从未再找过另一半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我也对男人也逝去谢谢了 真逝去谢谢了 刚离婚的时候吧 真的不少人给介绍 都有的可好 你就不敢找了 不敢了 不敢了 但是假想拍手 想再找 这会儿呢 鞋子 我这个脚 做手术来 就是里头 这个脚 这个 这块 你看 这块 你看不然长发 它不是母外发 这个脚里头长了一个瘤 然后就给做手术了 给人民医院做的 我做手术的时候吧 哎呀 这你说 外甥姑娘给她吃饿我 断死断尿的 这后一醒 咋要是再找一个 找一个 就是感情再不好 她也不至于 老了再找一个 她也能给你断死断尿的 也不至于用外甥姑娘去 后一打那开始 我就有这种想法了 随着年龄越来越大 自己对于生活有些无力 王大杰也决定 迈出这一步 再找个伴 找一个性格好一点的 性格啥样算性格好 那最起码没有脾气呗 性格好一点的 最起码咱得看 自己的品质怎么样 后就是 你看咱们现在是五十几 五十八 虚虚五十八 那以后还是打算说 出去打扰国民产的吗 其实现在年龄 六十来岁 跟过去不一样 现在这社会 六十来岁 你属于是年轻人 那你身体好可以 身体好两眼 完全可以打到工什么的 那你管两眼 给他带着看 打耳朵小眼 就花那两千 六十公司去 现在的王大姐 就想找个性格好 懂得体贴的人 相伴后伴生 而崔大哥性格温柔 脾气好 正好符合 王大姐的要求 于是两个人决定 见上一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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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那雨下的 这雨下太大了 王翠勤 王大姐 然后崔大哥 好 好 我姓王 蛮的还行 挺累说的 咱也不那么渴上 你觉得大姐 整体涨价什么 还可以 还可以 两个人初次见面 这演员算是过关了 崔大哥也简单地 向王大姐介绍了一下 自己的居住环境 一我一听 一个我 行 房子挺宽的 厨房屋挺大的 厨房这卫生间 厨房屋挺大的 谁干的 大哥老历着呢 大哥收着这个 不 不买它就行的 而且大哥平时特别爱运动 爱运动点好啊 特别爱运动 大姐你看那个雅铃 十公斤是不是 你能不能领起来 大哥咔咔就 那你身体好呗 我不行 我就是当起来 一听张学起来跑步 你跑步啊 嗯 那你习惯挺好啊 我早上起来一直跑步 我就是早上起来锻炼 晚上在广场走圈 早上起来跑步 跑步能跑多远 多谢 跑步能跑 妈妈 因为我跑步跑远了 是吗 嗯 要按一火车 顶上写的是六公里 六公里 你是跑 跑啊 还能跑啊 咱们说体质可好呗 起码爆脸 那个时候 天 大哥喜欢爱运动 大姐这个是不是 他能跑步 那不错不错了 同样喜欢锻炼身体的崔大哥 对于王大姐 这个爱跑步的习惯 非常赞同 也算是又增加了好感 崔大哥也主动了解起了 王大姐的情况 过日的各方面 我在那谁我都过夫妻 我真谁都不如可节约 我什么那东西 心心下来的时候 我就不吃 我多人都是大盘了 以后了 我再开始 我现在 你看我们天堂卖茄子 现在五毛钱一斤 一开始下来茄子 三十块钱一斤 那你 三块钱它也叫个茄子 你五毛钱一斤 它也是个茄子 你非得到那个时候 买它干啥呢 通过和王大姐的交流 崔大哥也觉得 王大姐是一个 能过日子的人 但接下来的交谈 却让王大姐 有些想法了 我是理议人 我也是 大人心都比较力气 他还脸 还喜欢这种心 这种心的 这种心的这种言 你记得 就是说话大高啥玩意 说话就是 直来直去这样言 没有心机 没有心眼 真没有心眼 越这样言说话 那好 我是就两个人一起 就是过晚点生活 不干啥也不干 就是该走就走 你这以后就是不想打算 出去再来 不想干了 不想干了 那我不行 我还得干了 我不行 我给他带 带不住 带不住 但是已经五六十了 你多少了 我五十八岁 五十八年 你还不是要 我不是 现在五十八岁 年轻人呢 现在人多长寿啊 那五十八岁要是 给他带啥事 不干了 不带 得抑郁症了 批你了 王大姐认为 自己的年龄还不算大 还想着继续出去打工 而崔大哥 在外打了二十多年的工 已经不想在国打工的生活了 意见产生了分歧 最后崔大哥率先说出了 自己的想法 要想干活动 出国了 有的上韩国呢 直接就去了 你觉得这方面还是不同的 大姐没有改变的想法吗 我没有 我没有改变 不行 我没有 你看看 这俩别的都好说 就是对未来生活的规划 不在一条线上 想想也是啊 这崔大哥毕竟在外面 拼了大半辈子了 这老了老了 就想找个伴 没事旅旅游啊 想想轻浮啊 这打工赚钱的事 他现在是真没啥想法了 王大姐呢 过去在婚姻生活当中 没得到什么安全感 现在呢 就想趁着身体还不错 多挣点养老钱 这心理才踏实 那有了这样的分歧啊 大哥大姐觉得 俩人还是交个朋友更合适 于是呢 根据崔大哥的情况啊 我们的红娘又给她介绍了 家住通话市铁厂镇的 董金杰 董大姐 董金杰 董金杰55岁 婚姻状况丧偶 居住地通话市铁厂镇 退休金1300元 住房面积61平米 这在通话与红娘集合后 便打车往自己家走 而这打车的路上 董大姐一直夸着红娘 飘得日子好 今天是什么 今天是七夕 今天是什么啊 没有来过今年 我发现姐 今天还穿了条红裙的 是 今年我长这么大 不穿红的对不对 今年我是走走红裙 买一个红裙的穿的 买的对了 这第一回穿吗 年头一次 董大姐为了相亲这一天 特意穿上新买的红裙子 讨一个好兆头 而这说着说着 也就到了董大姐家了 挺长时间没回来 两个月没回来了 两个月没回来了 这家外面挺大呀 61平 61平 这是个铁 这是个铁 这是厨房 这个卧石吧 是我那个 有一些 拉七八糟的意义上 我总愿上山下河 一些东西吧 衣服 我就放了 上山下河干嘛呀 上山去整吃那个蒜菜 到山太河下的河 剪蘑菇 这是我的卧石 这是我这只有住的 就是我这只有住的 你干什么的呀 干啥呀 没收拾 没收拾 这干啥呀 这逗的 反正是我的卧石 大姐你这些太高了 我干什么 养不耳 养不耳 进屋与董大姐聊天时 红娘才发现 这穿着脱鞋的董大姐 足足比红娘高出一头 可董大姐却说啊 这身高才是真正耽误了自己 鸽鸽当我找得香了呗 一早鸽矮的 一米七零会矮一点的 不叫半配吗 以前不讲半配吗 鸽鸽心 所以还耽误你找得香 当我找 一早介绍前 以前一看是哪的 工作都挺好 什么铁路的 工商的都行 但是就是鸽 以前不要不插这鸽 我背部跟你说 也就找 差不多少就找了 因为自己的身高过高 董大姐在找另一半上 犯起了仇 直到自己二十八九岁时 才找到了 一个算是差不多的人 二十八九才找一个 不是不太合适 反正替我矮不点 一个酱牛吧 酱牛酱牛 矮不点 一米七三 我一米七四 酱牛酱牛完了之后 我就找他之后吧 一年之后 我们大卫同志给介绍的 给介绍个松原的 这两地生活嘛 那就是从谈恋爱的时候 来着就一直 一地分居 出的像是出了半年多 也是七八个月吧 那这七八个月 你俩见过几个面 一个月能见一次面 他来一趟看我 看我就走了 那咱们就在松原 找个伴上呗 没能考虑那个事呢 完了前他就去世了 新港就去世了 完了之后 一直就不追个蛤蟆 去世之后 就也跟婆姐 也没有什么 也没有孩子 也没有啥就没有联系了 丈夫去世后 董大姐也想着 再找一个伴 可是自己的身高 又成了自己 找另一伴的障碍 就爱人去世之后 我也跳歌 歌矮的怎么说的 我也不行 咱最矮的底线 那个时候是多少 最矮的底线 最少像我这么个伴 最少像我这么个 现在吧 我跟你说了 不是身高耽误了 歌矮我也看一看 要有合适的 我其实出租也行 没有合适的 那就大姐 那个是怎么 就是放弃说 对于身高的这个执念了呢 哎呀 就睡着大了呗 在跳的话 在跳歌高的话 我就完了 就溜死了 气死了 不就更老了 更完了 更找不着了就 我先说歌矮 就歌矮一点吧 人品好对我好 歌矮就歌矮 矮一点就矮一点 但也不能说 姜米最矮一米六 我最少也得一米六八以上的 我就不喜欢暴躁的 也骂人呐 也脾气帅的大大的呀 脾气像说脾气慢点 脾气好点的 那如果要是 以后两个人就是在一起的话 就是他也有那个收入 你也有退休期 那还想两个人一起出去打工吗 还是可以就是出去一起 玩玩野菜啥那种 嗯 不想吹打工了 在这个工资范围之内 能接受了的情况下 就是上附近溜着溜着玩 不打工了 不打工了 我大去的时候 快60岁了 不打工了 现在的董大姐 想找个性格温柔 并且可以和自己 享受生活的另一半 而崔大哥也正想和未来的她 一起过着二人世界 于是红娘决定 让董大姐和崔大哥见一面 大姐家的那套 咋还买的东西呢 怎么办呢 就跟这买的 可这买的啊 我给你拎一拎 行行 可以拎啊 这崔大哥一下车 特意为董大姐买了见面的水果 不知道两人见面时 能否对上演员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大哥特意 去给你买的水果 我还是我忘了买买鸡头冲的啊 谢谢你啊 董大姐啊 我先董啊 那崔大哥 你好啊 好 你来拿个大吸管买这些东西啊 你看挺有礼貌的 不是礼貌啊 就是这个素质挺好 这个礼貌 我就说不是买东西多了 咱就高兴坏了 咱们就是起码是一个礼貌的 这个问题 这个挺好的 我说我也挺满意的 不错 刚刚一眼就不错 崔大哥是一个懂礼貌的人 瞬间好感倍增 而董大姐一直说着不把身高 当找另一半的要求 却在崔大哥进屋后 忍不住打他了起来 能当一米七零 七二 现在也没有 一米七到现在少剥的 原先一米 一米七二吧 也就是 对不起 一米七二 现在老了 你坐着呢 没有没有没有 但我选客啊 他 他说我差点了 差点了 一米七二七一零 差点了 几乎是一样 但现在我不跳舞之后了 再挨点就一米七零 或者是 我知道人体好 对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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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米七零 就超过一米七二那么样 因为我俩比较大就差不点 反正个儿 个儿还行 矮点就矮点 现在我跟你说 我一瞅着这么个儿 我也挺满意的 个儿高就行 好呗 不会因为这个就是说 觉得俩人不合适 不不不 在身高这儿 两个人算是互相都很满意了 想着崔大哥远道而来 董大姐也主动为崔大哥洗水果 来节节可 尝一尝 你买的瓜 我还没吃过这个瓜 闻得太像 皮的 鲜血 鲜血皮 这香瓜好像不用血皮 好像是 不行不行 皮不行 我说有道来 才倒血吧 您那皮不发 谁觉得皮不发 一直都很心细的崔大哥 发现董大姐在生活上 没那么注意细节 鲜瓜都是自己提醒以后 才打皮的 但这也是因为董大姐 平时性格就大大咧咧的 所以才没有注意到 于是崔大哥想着 再和董大姐聊一聊 你俩有一点很像 大姐也愿意上山挖个野菜 挖个某某柴 到什么季节 什么季节找什么菜 刚下来是不挖婆婆丁 晒一些婆婆丁鬼 那个我也听到 对身体好 学习我啥的 说是 我看我这里是不是 你们都互相扑婆婆吗 我说什么 晒线 晒线 晒线就是什么 没有的 你看这些 这是 这么多的 这么这么多 两项了 还有呢 买的 不是 我就上山整的 自己挖的 挖完之后就晒了 晒 才扑婆丁根 对对 她俩人家有没有 我没有 你拿点 没有 一会儿你拿点 找个找 放个袋 我看她一天喜欢 没说 拿点 倒不是什么好东西 她一看她还挺烈的 一看她知道是扑婆丁根 她硬 有的不硬 这啥东西 这什么东西 黑的户的 像买的过咋的 她一看她也上山 也挺认懂心的 你觉得戴姐 全是爱好啥的 跟您是不是 也差不多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差不多 你看看 两个人无论是性格 还是爱好都相同 而崔大哥也主动介绍起了 自己的家庭状况 我是离婚的 以前小孩五岁时候判决 法庭判决离婚的 离婚几年了是 离婚 彻底咱们分是十六个年了 彻底分孩子十六个年了 在国外的时候 在美国说 崔玉琳是有故的 刚才有心 她带跟那个媳妇 因为有孩子 带联系 瞅着两个人都要成了 却因为崔大哥是离异的 让董大姐心里泛起了嘀咕 那俩人能否牵手成功呢 广告之后 相亲继续 有没有联系的 不联系 他早没早呢 他没早 他现在上韩国 七月份走的 那平时的话 就是会有电话上的沟通吗 跟前妻 能吗 见都没不见 能得那么近那么多 我一看他 都过了十三年也不联系 那两个人也不联系 已经上韩国去了 就根本更不能联系的 了解到崔大哥 已经不和前妻联系多年 董大姐这心呀 也算是放下了 看这两个人越聊越好 双方也考虑起 如果真在一起 在哪边生活的问题 也闹那么久了 那大哥大姐 现在就是啥想话呢 我是没意见 是没意见 可以意见 没意见 我也没意见 这样 就像如果是电话 再打通行 没事你给我打电话 我给你打电话 等到我要是多待过 今天就 我跟这个大宝往他家 我请个假 好 告诉他一下 来一趟 去上去看 我上你那去看 好好好 坐车你上哪去接我去 我去拨去一趟 对 你看看 这俩人相见恨晚的劲儿 看着我这打心眼里都高兴 要说呀 董大姐过去 也真是有点酱 单身三十多年 介绍的也不少 但是比他矮的 也就是身高低于 一米七四的他是连见都不见 这要不是前一段时间忽然想开了 不再介意身高的问题了 这不就跟崔大哥错过了吗 虽然呢 大哥的身高还是没能达标 但是啊 大姐就是咋看咋顺眼 你说说 这不就是缘分吗 所以说呀 找对象的时候 千万别让自己设定的这个标准 把自己给框住了 这人呢 还得综合起来看 你说是不是呢 那好咱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原来不晚 明天再见